在這裏讀書 我覺得在這裏讀書很開心 無論你怎樣教我 我都是不想讀 根本就不是自己興趣 所以來到這裏就覺得好快很多 給我學習到就是我怎樣去欣賞別人 我真的夢想可以做一個酒店的經理 我真的找到自己的興趣 找到我自己的一份工作 我覺得他乖了很多 年青人本來是最開心的 但是升學就業的問題 往往令年青人很惆悵 2009年香港實行三三四新學制 三年初中和三年高中之後 就要參加香港中學文憑公開考試 可以順利升讀四年大學 當然開心 不過其實最終入大學率只有18% 八成中六畢業生要另尋出路 又若經濟環境不利 縱使大學畢業也可能等於失業 不過工理高中書院的畢業生 升學就業率達98% 因為他們選擇有前景 適合自己的課程就讀 以至將來進修 就業都更得心應手 可以輕鬆愉快地學習 例如中四的暑假那年 就去富豪東方酒店實習 為期兩星期 讓我見識到香港的酒店是怎樣的 它的運作、架構是怎樣的 還有那裡的人很肯教你 我會覺得如果老師不是欣賞我 他就不會讓我 給我這麼多機會去實習 或者去參加其他活動 我自己是一個很心醉藝術的人 我很喜歡玩很多藝術的東西 尤其是近期這個時裝設計比賽 他們是在外面找一些很專業的老師來教 後來我就在這個比賽裡拿到第二名 是很開心的 因為這麼大的兒子 第一次有一份作品被人認同 來評審那個也是藝術界很出名的人 那一刻我的實力被人認同了 他這裡的老師 幫助我們每一個學生 去發揮自己的所長 我自己很喜歡時裝設計 我亦都很喜歡讀商業 我自己就會想 我將來可能會開一間時裝店 去買我自己的品牌 公里高中提供的是雙軌升學階替 一方面學生可以選擇新高中課程 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也可以選擇自己有興趣的實用證書 和文憑課程 包括旅遊與款待 商業 藝術與設計 以及資訊科技 這些正是香港最需要人才的行業 至於印刷及出版業是本港最大的製造業 這個行業和藝術與設計息息相關 所以預計需求人才有增目減 公里高中就有證書和文憑的課程 我覺得是對美術和設計有興趣的同學 提早了將他們的興趣去實現他們 我覺得這是好事 這麼年輕的時間就可以接觸到 究竟設計創作是甚麼回事 對於他們日後再升學 是一個好的幫助 我亦都回到學校看過同學的作品 我覺得有很多可造之從的同學 讀完設計 你將來出來 亦都不一定要做設計師 設計只是一個令到你提升 對事物和對生活品味的一種鍛鍊過程 公里高中的教學是靈活和有趣味的 好像由專業人士教學生 認真地搞一次時裝表演 藝術與設計學系的學生 就更明白時裝界一些工作情況 主修商業的學生 自己搞一次連銷攤位 做一下生意 賺到錢 將來更有信心創業 為了讓學生所學的 更貼近業界的要求 公里高中有完善的教學設備 以實境來學習專業知識 應用於生活及工作之中 他們來到我們有很多實際 例如我們給他們廚房去煮食 煮一些很有業界水準的食物 他們其實很有成功感 另外我們會經常帶他們出去看 例如我們會參觀酒店 給他們去一些空間旅行 甚至我們會請業界人 來分享現在行業的情況 其實會令到他們眼光擴闊了之外 還有會給他們一個目標 就是他們可以一樣 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 除了課堂學習之外 我們很鼓勵他們參加有意義的校外活動 而他們在這些活動上獲得的成績 非常令人鼓舞 而在校內我們更加注重全人品德培育 讓學生的身、心、靈都健康成長 我們創辦這間學校的觀念 我們就是以有教目類 還有我們是以恩財師教 我們更加注意學生的他們的操行 和他們的人格的成長 所以我們有一個全職的校目 幫助我們的學生去學習他們的成長課程 我們也有額外的社工 在幫助同學適應 給予很多的輔導 也有很多的老師在這方面 也很關懷學生他們的品格成長 考試有問題或者成績不好 但是好了這件事 因為他都告訴我學校的老師是怎樣鼓勵他 鼓勵的時候覺得有關懷在這裏 我們也放心 很多家長都說子女乖了 而且願意自己去管治自己 我們也覺得除了學習成績之外 最重要是在德克方面有盡益 讀書開心 畢業之後亦都放心 因為一邊讀書 一邊安排實習機會 日後就業更加容易 工理高中也和很多本地 國內和海外的大專院校聯繫 和簽訂課程含接協議 學生可以選擇在香港、國內 或者海外繼續進修 至於我畢業的時候 我擔心自己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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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擔心沒有工作 而又讀不到書 所以很慘 我看到酒店多數都是聘請一些有經驗 有在那裡實習的人 好像我這樣 幸好我也是在那裡實習 我畢業後 酒店主動找回老師 找回我再在那裡做 我其實也很開心 那一屆有些人去了外國讀書 有台灣、西雅圖 還有澳洲 另外有些人去了再繼續進修自己 讀High Deep 還有些人讀Degree 自從我回考失敗過 我真的生性去讀書 我想走電腦那條路 但我本身是讀雙科的 但如果我還在6、7、5上去的話 我其實應該不可能上到大學那裡讀電腦系 就看到這裡的Defoma 還有我知道它有博香港U Space那邊的High Deep 所以我就跟著那條路上去 我覺得沒有後悔過 因為我這幾年都是讀自己M 想讀的科目 我讀得很開心 我今年就花了二月畢業 我收到中大電腦系的Conditional offer 還有城市大學的IS的Conditional offer 我覺得這個成果我都很滿意 因為我現在讀的那間學校 就是跟我們公理高中書院有聯繫的 其實大致上讀的東西都是有相關的 因為我現在讀的是學士的課程 所以會更加深入去討論 當時我在公理高中讀過的其中一些科目 和這裡的同學相處得都挺融洽的 我跟我們一起交流 練習自己的英文 將來都想進入酒店業裏做的 做過小小的經理仔 不過由這個前台 即接待員那裏開始慢慢去做上去 一般的傳統文化中學 其實在高中這幾年的階段 那些學生是要全力去應付考試 他的目的就是威力升入大學 那對於一些沒有把握的同學 其實他們這幾年可能是覺得讀書沒有興趣 也都看不到有成就感 那麼公理高中我們扮演的另類的課程 其實可以幫那些學生 覺得是有很多的方法 他們都可以去讀大學的 正如我現在這幾年 已經有學生升讀到紐西蘭 去澳洲 以及去加拿大 甚至英國 去升讀他們的學位的課程 那麼本地升副學生 也是一個很好的出路 那麼我們相關的課程 其實就是適應給很多學生 是按照他們的能力 和他們的興趣去選擇他們的課程 那麼你們其實可以想一下 會不會有另類的選擇 是讓你們成功呢 公理高中提供的精力加強的課程 就是為了讓學生 不僅是考試的道向 他學的與現實與息息相關 我們的學生生活很豐富 那麼我們都很有道向 讓學生每一個人都可以規劃他們的前途 是達成他們的夢想 是決定是可以獲取成功的